今年以来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 中韩两国之间按下了交往的重启件 最直观的是人员往来的恢复 今年以来我们使馆签证的量 已经是过去三年的总和 中韩是搬不走的邻居 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 31年前中韩两国打破冷战兼兵 实现了建交 中韩开启了友好合作 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31年来中韩双方坚持母邻友好 发挥优势互补 大力开展交流合作 目前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韩国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这是去年的统计数字 双方互为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 各领域的交流也是十分的契合 发展的成果十分丰富 31年来两国携手合作 还为东北亚地区的和亚洲 和世界的经济繁荣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31年来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往来也是更加的密切 疫情前两国人民之间的年度人员交往 曾经达到千万几 也就是说每周中韩之间的横班 曾经达到1200多架次 总之两国优势互补的空间十分的巨大 合作的潜力也十分的巨大 当前中韩关系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 但同时大家也都知道 也开启了外交领域的高级的沟通与交流 我相信只要我们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妥善管控分析 坚持开放包容 就能够克服和跨越各种困难 实现彼此的成就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我对未来的中韩关系的期许是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